今天教大家一个水培青菜的好方法 方法简单易学,一看就会 准备一些饮料杯 用电烙铁在杯生机杯里滑些口子备用 准备一些液糠营养土 将其装入饮料杯里 把青菜种子依次种到杯子里 附涂浇水即可 三个星期过后 青菜苗已经长得很不错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拿去水培了 准备几个泡沫箱做水培容器 在泡沫箱盖子上开几个圆形的小洞 大小刚好能容下一个饮料杯即可 往泡沫箱里装入清水 接下来往水里添加一些蔬菜 专用营养育或水溶肥 提供青菜生长所需的养分 大家不用大惊小怪 中国菜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种任何菜都是需要用肥的 不然青菜长不好了 把饮料杯依次装入泡沫箱的小洞 这样杯身就能完全浸泡在水里 实现水培的效果 在青菜生长过程中基本不用怎么管 只要保持水里有充足的养分 后面就等青菜自然生长成熟即可 一个月左右就可以收获青菜了 看看青菜底部的根绪已经很发达 直接用刀沿着青菜更不割掉即可 水培青菜适合种在阳台小院 用水代替土还是比较方便的 举于反三 用这个方法还能水培其他蔬菜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